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起来做麻团 麻球或是尖堆 小时候我最爱把它叫成炸弹 因为要外面包着满满的小芝麻 那么外酥内软糯 里面还有花生鲜料很好吃 首先准备一个锅 用中火加热 加入热水 用热水的话 这个process会更快一些 加入细砂糖 记得记得这个食谱 不要减糖 要不然面团炸的时候会裂开 煮直到呢 细砂糖完全融化 直到冒出小气泡就可以离火 之后在一个大碗当中 加入糯米粉 盐 用蛋抽把它们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 慢慢的加入烧的这个糖水 一边加入一边搅拌 尽量把水加到这个干的糯米粉当中 来混合均匀 所以不同的糯米粉需要用水的分量不同 因为它的吸水性不同 所以要跟着自己的糯米粉加以调整 混合到一定的程度 用刮刀把这些碗的干粉都搓到中间形成团 之后可以开始用手来把它们混合均匀 用折叠的方式折到中间 混合均匀之后呢 你会有一个干净的碗 而且这个面团呢 是属于没有那么顺滑的 加一点点的植物油 之后 用同样的方式把它们混合均匀 我们要混合直到面团把所有的油吸收完毕为止 拿起来看一看 这个面团是不太顺滑的 而且用手指搓呢 它是软硬适中的 好了之后 把它们盖上保鲜膜 休息30分钟左右 在这个当儿我们来准备馅料 把一些烤箱的花生碎加入 还有一些细砂糖 之后用蛋抽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加入油盐的花生酱 还有一些植物油 通常的花生酱呢 一般上都是油盐的 所以用刮刀把它们混合均匀 混合直到呢 你用刮刀这样子压 它可以形成团的 你就可以改换成用手 来把它们混合均匀压成团 之后呢 用秤重的话呢 是大概13克一份 我们要把它们分成10等份 好了之后把它们搓圆 放在碗当中 盖好防干 现在呢 我们的面团已经休息好了 撕开保鲜膜 之后呢 把它们滚成长条 那么糯米粉是没有筋性的 所以你一开始滚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裂开 没关系 是正常的 就把它们滚成这样子的长条 之后切成10等份 用秤重的话呢 一份大概24到25克左右 把每一份滚圆 就会有光滑的面团 把它们盖好防干 之后呢 取出第一颗面团 那么用手指在中间搓一个洞 之后慢慢的一边旋转 一边扩大及加深那个洞口 那么搓的时候呢 它有少许裂开是正常的 你可以用手掌心呢 把它们重新的捏 还有联合回去 搓直到它的洞口满深了 就可以开始加入这个花生馅料 这样子的方式包是最简单的 最容易包的 现在用虎口来收口 一边旋转 一边关你的虎口 就这样子一直把面团 收得紧紧实实的 这样子才不会裂开 之后把它们滚圆 滚圆直到完全顺滑为止 现在我们继续重复第二颗 在中间搓一个洞 那么用你的手掌心 还有你的手指 把它们搓成一个很深的窝 之后加入馅料 用虎口 还有你的拇指 来帮助你把馅料呢 完全的包好 记得风口要扎实一点 之后把它们滚圆直到光滑 好了之后呢 准备一些糯米粉 加一点点的水 混合均匀 加糯米粉 在这个程度呢 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黏合 我们的白芝麻 准备这些白芝麻 不需要烤过 之后呢 用你的右手 拿面团浸在这个糯米水当中 之后丢进那个芝麻的盘当中 之后用左手来撒芝麻 在整个的面团周围 记得每一个部分呢 都要沾到芝麻 不要留下任何的空洞 好了之后 用你一双干的手 记得手要干干 把它们滚圆之后呢 压这些芝麻 进入我们的面团当中 它就可以连得很扎实了 扎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掉出来 所以继续的重复 一边手做湿的部分 另外一边手做干的部分 撒上芝麻 这样子你的手呢 就不会沾得太多的芝麻 你可以一次过 把这个过程全部都裹上芝麻 之后才抹干手 一起把每个面团呢 都滚圆 把这些芝麻 粘在我们的面团上面 这个食谱可以做10克 好了之后 现在准备我们的锅 一个比较深 而且平底的锅 用中火加热 加入食用油 我今天用花生油会很香 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油加热直到120摄氏 用木筷子来测试呢 会有小气泡出现 到达温度之后就调小火 把面团轻轻的丢下去 你会看到有很慢很小的气泡 在面团的周围就对了 温度不能太高 一开始的时候呢 面团会沉在锅底的 所以你要用筷子轻盈的拨动 它的面团底部 好让它们不会粘在锅底 一直轻盈的拨动 让它们均匀的受热 大概5分钟左右 滚动直到呢 面团开始浮上来了 在油面上 当它们开始浮上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转换成用这种肉勺 一边旋转一边压面团入油 把它们压在油里面呢 可以帮助面团膨胀更加的大颗 所以它好像气球一样 你一压它它会反弹的 所以呢 记得这个过程一定要这样子 约6分钟左右 直到面团开始膨胀 开始大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调中大火 中大火呢 可以炸直到表皮黄金 还有酥脆 大概两至三分钟左右 所以呢 全程过程呢 记得不要炸超过15-20分钟 要不然的话里面会太硬 就没有软糯的口感了 所以炸直到这样子黄金 就可以拿出来绿油 听到吗 表皮是酥脆的 这样子我们的麻团 麻球就做好了 每个圆圆滚滚 大大颗的 膨胀了不少 所以呢 这个是我小时候直到现在 都很喜欢的一个糕点 非常非常的好吃 所以呢 漂亮不漂亮呢 每一颗都圆圆滚滚的 现在来看一看 掰开来 哇 哇 你有听到吗 外面的声音是酥脆的 里面那橙呢 是软糯的 还可以有少许的拉丝 里面花生馅料也是满满的 现在来品尝一口 听到声音吗 非常的酥脆 而且呢 甜度刚好 搭配跟里面的馅料 非常的好吃 你看到吗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 外形酥脆 里面是软糯的 可以少许的拉丝 切开来听到它的声音吗 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你砸得到位的话呢 它可以保持外面酥脆 里面呢 是软糯 并且空心的 不会漏风 或者是回缩这样子的 所以保持圆鼓鼓的 外壳是酥脆的 真的很好吃 整颗一起咬下去 都非常的好吃 很香的芝麻味 里面的馅料 我搭配今天的花生的搭配 你也可以用年龙或者是豆沙 跟着你的喜好 我自己最爱就是花生馅料了 希望你们尝试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非常好吃的麻团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